为了救C-Liner不但跟女友分手排了自己的演艺之路,六年后终于复出的模样却让粉丝都哭了。 六年前让C-Liner全身54%遭受二到三级烧伤的拍戏意外,震惊了整个娱乐圈。 但是当时媒体的重点都在烧伤严重的C-Liner身上,忽略了当时为了保护C-Liner而同样受伤的余浩鸣,C-Liner伤好后选择了结婚。 如今六年过去了,C-Liner离婚,余浩鸣付出却变成了这副模样。 余浩鸣是在2007年参加选秀节目快乐男生出道。 当年他夺得了全国第六名的好成绩。 随后签约添于传媒,发展方向也是全方位的影视歌主持,当年的他心图相当被看好,尤其主演的一起来看流行语将他的人气推向了定峰。 可是就在六年前,余浩鸣和C-Liner一起合作。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,在拍摄一场爆破戏时发生意外,他和C-Liner都遭受了严重的烧伤,余浩鸣全身受到了39%的二级烧伤。 烧伤主要分布在手,手臂和背部。 当时他为了保护C-Liner,自己受到了更严重的烧伤,更将救护用的唯一担架让给了C-Liner。 C-Liner,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康复,他总算熬过了最痛苦的时光复出演艺圈,但是喜爱他的粉丝发现他和以前不一样了。 以前的开浪活泼的大男孩,在六年后复出,娱乐圈已经不是当年他很红的那个时期,小线肉们如雨后吹笋般冒出,让他显得无所适从。 他的性格少了以前的阳光,变得忧郁许多,笑容也不再那么灿烂。 尽管做了多次整容手术,在于浩宁的脸上依然可以看到当年火烧的痕迹,和胡歌当年出车祸后曝出不同的事,于浩宁的情绪和气质都发生了变化。 他变得不爱说话了,在录制综艺节目时,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多的镜头了,时常没有话语权,粉丝们都为他感到担心。 上个月是于浩宁29岁生日,在生日当天他在微博写了这么一段话证明他没有放弃,我跨过了顺途,也跨过了不平坦,我无趣看我走了多远,我到了哪里,我知道我在哪,路就在那。 未来,我相信没有意外,二开头的最后一个生日,继续上路。 这段话所呈现的积极乐观的态度,让粉丝们很是感动,那个熟悉的阳光大男孩似乎又回来了。 余浩宁初期登台都会以浓妆掩盖伤痕,现在的他已经看清伤痛,都已素颜世人。 这个脸上有疤痕的男人选择了牺牲自己去保护别人,同时也选择了坚强地去面对现实。